第23题 第23题24题是题主 我们的校训 陈 朴 秦 义 写在纸上 分别用三种透镜观察 如下图所示 陈字是正常大小 请回答23到24题 第23题是问 请问秦字可能是由何种形状的透镜观察而得 我们看图上可以晓得 秦这个字是正立缩小的像 会呈正立缩小像的是 凹透镜 而所谓的凹透镜就是中间比较薄 中间比两边薄的透镜叫做凹透镜 我们看到图上的ABC珠 只有珠是中间比两边薄的 所以珠是凹透镜就是我们的答案 因此23题问我们 请问秦字可能是由何种形状的透镜观察而得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